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亚联邮推加沙停火被美国一票否决 中共禁日本海产再租反逝 越南承受益国 麦卡锡支持川普选总统 愿意在他内阁任职 美国制裁几十个侵犯人权者 包括两中共官员三中企 进军中美洲开局受挫 中共被歌国他参与5G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以色列说新发现地道表明 以军有正当理由加大攻击力度 日前一段影片显示 在以色列军封到哈马斯隧道的战术下 大批哈马斯成员在地底转出来投降 以政府在今月8日说 在加沙地下发现一条新隧道 一些武器和哈马斯设施 表明哈马斯通过在平民基础设施下的广泛隧道网络 展开军事行动的证据 新发现的哈马斯加沙地道表明 以军有正当理由加大攻击力度 这条一公里长的隧道从加沙的爱茲哈尔大学 通到附近一所学校 以军没有提供隧道的影片或照片证据 但公布了据称是以军在该大学发现的武器照片 包括爆炸品和火箭部件 以军表示还在加沙北部一座医院附近 发现一处哈马斯控制室 配备摄影机、电话、无线对港机和武器 另外还发现另一处隧道入口 军方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一个洞口 有梯向下延伸 引向一处地下通道 以色列说 这些发现表明哈马斯深入平民区域 这是以色列加紧攻击加沙走廊 并呼吁平民大规模撤离的核心理由 以国防军在礼拜五说 过去24小时以来 以军从海陆空打击了超过450个加沙目标 这是历时七天的以哈停火 在上星期破裂以来次数最多 是停火破裂后通常报告的每日数字大约两倍 联合国安理会8日就在加沙实行 人道主义停火决议进行表决 这项由亚联邮提出的决议13票支持 英国弃权 美国投否决票 决议被一票否决 美国表示目前不支持理事会进一步采取行动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说 尽管美国大力支持持久和平 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在和平安全中生活 但美方不支持立即停火的呼吁 他说这个只会为下一场战争埋下种子 因为哈马斯不希望看到持久和平 也不希望见到两国决议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以登 感谢美国投下反对票 又在声明中称该决议系扭曲 只有所有人质返回并摧毁哈马斯 停火才有可能 中共禁日本海产品再租反逝 越南承受益国 中共将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 作为向日本施压的一张经济牌 但近期发展显示 这个意图不单止落空 反而成了反逝中国经济的回力标 美国、日本、越南三国将联手 应对中共的经济牌 对越南来说可以说是天上掉馅饼 日本海产品输出的主力是线倍 据日本官方统计 2022年输出量的三成 约14万吨输出到中国 其中3、4万吨并非在中国消费 而是经去学、冷冻等加工后输出到美国 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显示 2022年海产品、食品的输出国家和地区占比中 中国以22%居首位 第二位是香港16% 美国排名第三、15% 自从中共借着核处理水排货问题 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后 日本将寻找线倍等海产品的输出替代途径 作为当务之急 近日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牵头 促城越南将进口日本线倍等海产品 进行去学加工后出口到美国 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消息显示 美国驻日大使馆和日本相关部门沟通 协商后决定 首先将在中国加工出口的线倍转移到越南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目前正着手参观 调查越南的相关设施 是否满足美国进口海产品的要求 同时还在招募日本海产品加工企业组团 明年1月前往越南视察相关设施 据了解美大使馆推荐了19处越南的相关设施 目前日方正考虑商谈下一步合作事项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龚夏一郎 在今月1日和伊曼·纽尔会面 对他的协助表达借意 如果上述合作行动进展顺利 对越南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从美日得到一笔外贸生意 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意外惊喜 而对中共来说 不单止对日的经济施压落空 还亲手断送向美国的海产品出口加工的生意 麦卡锡支持川普选总统 愿意在他内閣任职 即将离任的共和党众议员 前众议长麦卡锡说 他支持川普竞选总统 他还说如果川普再度入主白宫 他愿意在川普内閣任职 麦卡锡在CBS周末播出的节目中说 他预计川普将成为2024年共和党提名人 又表示愿意支持川普总统 麦卡锡还说 如果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他相信川普将赢得连任 共和党将增加众议院职位 并在明年赢得参议院控制权 当CBS记者科斯塔问及 他是不是愿意在川普内閣任职时 他说如果在合适位置上 如果我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我愿意 他又说我和川普总统就很多政策进行合作 我们共同努力赢得多数席位 我们也建立一种彼此非常坦诚的关系 麦卡锡是川普最早 也是最忠实的盟友之一 但曾经传出他和川普不和 尤其是在麦卡锡拒绝公开支持川普竞选连任之后 在麦卡锡领导众议院共和党人那时 曾拒绝支持川普试图保持更中立的态度 麦卡锡还考虑到 一些议员来自拜登获胜的国会选区 因此暂缓支持川普 以免让他们陷入困境 不过麦卡锡似乎正努力修补两人关系 在采访中 麦卡锡没有透露他离开国会后的计划 而在礼拜三 他宣布将在年底前离开众议院 以新的方式为美国服务 进军中美洲开局受挫 中共被歌国拒参与5G 哥斯达尼加总统是今个月6日说 由于网络安全和间谍问题 包括华为在内的中企没有资格在该国营运5G移动数据网络 中共对此跳脚反驳 目前中共正企图通过以远低于欧美竞争对手的价格 让华为等公司的5G服务进入拉丁美洲 哥斯达尼加是中美洲第一个排除中期5G服务的国家 这个对中共进军中美洲的计划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星期三哥斯达尼加总统查韦斯告诉媒体 华为所在国没有防止间谍活动的健全司法体系 他说自己的重点是保护国家安全 同时还说中共政府要求所有中国企业向他提供信息 在第二天中共驻哥国大使馆予以反击 说查韦斯的指控毫无根据 又威胁这个可能破坏两国经济关系 关于哥斯达尼加5G移动网络开发的争议 可以追溯到今年夏天8月 当时美国负责西半球防务的南方司令部指挥官 李查森将军访问该国 公开质疑华为是否适合参与5G网络建设 8月底查韦斯访问华盛顿 和拜登会议后 签署一项规范5G移动网络开发的法令 为竞标5G合约的国际企业制定入场规则 按照法令 如果某国不属于68个国家支持的 布达佩斯公约或网络犯罪公约 该国的公司就不可参加5G移动网络开发 投标 按照这个规定 中国、韩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国都被排除在外 查韦斯在22年5月上任初期 该国曾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 被袭击范围涵盖卫生系统、税收、社会保障 海关、交通、电力和交通部等等 他说该次事件让他下定决心保护网络安全 我们哥斯达黎家人不可以屈服 无论谁来安装5G设备 都必须让我们确信 这个国家不会遭受网络脅迫 美制裁几十个侵犯人权者 包括两中共官员三中企 这个月8日 美国在礼拜日人权日之前 对几十名侵犯人权的人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两名中共官员 以及被指控参与针对美国官员的伊朗官员 星期五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 和英国和加拿大协调行动 对13国37人实施制裁和签证限制 两名中共中级官员因参与 新疆持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被制裁 其中一名被制裁的是新疆公安官员高奇 高奇曾任原新疆公安局所属伊勒克什克自治州 公安局领导伊勒州副州长 自2018年6月以来 伊勒州公安人员实施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高奇的罪名是参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任意拘留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 以及宗教少数民族的成员 据美国财政部资料 高奇是山西人 财政部长述他迫害人权行为的详情 比如参与酷刑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未经指控和审讯长期拘留 绑架和秘密拘留造成人员失踪 他公然剥夺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行为 或和强迫劳动有关的严重侵害人权行为 另一官员 易因胡联合 是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该小组帮助制定新疆区留营政策 胡联合在制定和实施新疆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财政部也对胡联合实施制裁 列出他出生地在湖南兆洋 受制裁个人将被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而和他们进行某些交易的美国人 也面临受制裁的风险 他们和直系亲属还被实施签证制裁 被禁入境美国 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对制裁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 美国国务院还说 今次制裁还限制了包括中粮堂业在内的 另外三间中国公司进口 因为中国存在涉及维吾尔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强迫劳动的行为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